这一小节我们来讲一下软件的分层设计理论 分层设计理论也是软件设计中一个常用的理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生活中的分层模型 比如说我们到餐厅去就餐 走到餐厅门口的时候会有优雅的领位人员 把我们领到餐厅那边安排座位 然后服务生上来介绍菜品帮助我们点菜 点完菜以后菜单会被送到后厨 由厨师完成相应的菜品制作 在这个过程中各个角色各个人物只负责一部分事情 然后共同帮助我们完成就餐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再来看一下计算机世界中的分层模型 这张图片应该大家说也比较熟悉 是操作系统的一个分层模型 在这个层次的最里边是有硬件 硬件的外边是操作系统的内核 内核主要负责硬件的驱动和硬件资源的管理 内核外边是我们的系统应用程序 比如说编译器开发工具 我们一些常用的系统工具 在外边是其他的应用程序 分层模型有哪些优点呢 首先它能够分解问题的规模 将大的问题分解成若干个小的问题 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若干相对简单的问题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专人做专事 这张图片是TCPIP七层参考模型的一个图片 前面我们也介绍过 我们用这张图片来说明一下 就是专人做专事的这样一个概念 比如说在应用层 应用层的应用程序 我们只负责应用数据的组织 发送响应的解析和处理 至于这个数据是如何到达通信对方的 我们不用管它 由其他层次来完成 再比如我们的网络层 网络层只负责在广域网上找到对方 并且将数据正确的发给对方 至于这个数据是如何正确的发送给对方的 由底层来负责实现 再比如物理层 物理层只负责这个数据 0101这种二进制数据 能够正确的发送给对方 至于这个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数据如何解释 它由高层的协议来完成 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能够降低子系统 系统或者说层次之间的这种依赖 因为我们分层是针对接口编程 而不是针对实现来编程 只要接口保持不变 它的内部实现方式 不管怎么样变化 对外部都会没有影响 第四呢 是有利于附用 第五呢 是提高效率 当然这两点都很好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软件设计的三层模型 这是一个常用的模型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 最上层是表示层 这个也就是用户接口层 中间是业务逻辑层 负责一些业务逻辑的组织和处理 底层是数据访问层 负负责数据的增则改查 这是三层模型 根据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通用的模型 最上层是接口层 中间是逻辑层 最下面是引擎层 或者说驱动层 好 我们来看一下http服务器的这种层次模型 接口层 接口层 一个是对管理的人员提供接口 第二个呢 是对客户端的这种机器或者程序提供接口 服务管理呢 有服务的启停啊 参数的配置啊 这样一些功能 那么对客户机提供服务呢 有监听端口 连接的接收 回质 中间是业务层 业务层负责连接的处理 多线程或者说多进程的这种调度 并发的调度 绘画的管理 下边 引擎层 或者说驱动层 有http协议的这种解析 或实现 socket里边数据的读写 再比如信号量的处理 文件内型的处理 常用的这种字符的处理 字符刷的处理 然后一些内存的管理 等待会儿